剛剛寫的程式 如果檔案存在就刪除的話 在第幾頁第27頁 不過我因為我之前本來是把O放在那個目錄裡面我想 這一次我想說不要把它放裡面 因為放裡面的話會變成說他 會混在一起 然後可能合併的時候下一次合併 一會合併到自己 OK所以乾脆把它分開好了 不過其實分開或合併啦其實 這只是邏輯上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的話我就把這個 把它分開來好了 也就是把它放低疊 所以我之前是直接把它貼過去 就會產生錯誤 另外的話 底下如果要把目錄刪掉的話 比如說除了O以外的檔案要刪掉的話 那其實就寫這樣 其實就刪行而已 OK 所以再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們做完的結果類似這樣 就是說 我希望原來 我是沒有這三行對不對 原來沒這三行 那變成說我要手動 所以我能不能來run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把O給合併了 合併之後的話 理論上O有存在了 OK 那我已經合併完了 那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就要把這個全選邮局地址 裡面的資料 Delete掉 OK 但是呢 如果說你不會 怎麼樣 讓程式幫你刪除的話 那變成你就要手動 如果你手動的話 感覺好像 有點像做一半而已啊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底下假如要寫一個程式 我希望把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的檔案 通通刪掉的話 那我程式該如何撰寫 OK 就是底下的三行 這個還可以做到很多地方喔 也就是你要把某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都刪掉的話 就是解這三行就對了 換一下而已啦 不過這個危險性喔 有點像病毒一樣喔 如果你刪錯方向 刪錯位置的話 那等於就是也就不回來了喔 OK所以你不要 把那個目錄寫到什麼 C冒號斜線 然後底下Windows 然後System 對不對 那你那一下刪 開不了機了 所以這個也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 你不要 刪除喔 這個有危險性的 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我們要怎麼樣刪啦 其實道理很簡單啦 就是 主要是 第一個一定要找到目錄裡面的所有的檔名 副檔名 第二個的話 把它remove就好了 所以其實就是把上面這兩個合併在一起 拿來用就OK了 那怎麼用喔 特別注意喔 其實喔 其實 上面的東西拿來改就好了 哪一個 第一個 For 有沒有 這個 這一行 第一行 這意思說喔 幫我找一下 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 OK 所以他幫你列出來 25個檔 就這些啦 是這些嗎 那你要做什麼 把它remove掉 那remove的話呢 接下來當然就怎麼樣 寫 再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 你可以寫這樣 For I 其實有兩種寫法啦 這個跟他講說 For I in range 從第0個到 最後一個 所以從第0到 因為25個嘛 0到24啦 然後 3條的話 Enter remove的話 就是remove那個檔案 remove那個檔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拿來改就好了 remove那個檔 那個檔叫什麼名字啊 那個檔應該就是 在這個目錄底下 的那個 所以其實喔 你基本上可以拿這個來改就好了 改成什麼 改成 一樣喔 這個小R指的是那個路徑喔 如果你沒有這個小R的話 那你底下的地方斜線要這樣子 OK斜線斜線一直斜線那邊有兩個斜線很多 但如果你有個小R的話我前面講過了這個小R指的是你如果有這個小R那你就不需要 除非你後面有串接如果有串接的話一樣要兩個 好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那我們就把那個list 裡面的那個東西remove掉就OK了 那remove的話 他等於是說幫你找到這一個嘛 那比如找三重 有沒有然後第一個 他就是放在什麼了 這個目錄低疊底下的這個目錄底下的這個三重第一個先拿過來 有沒有要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不是對的目錄嗎 remove掉了 那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哪一個 直到最後一個啦 可能馬祖點貼 反正不管 他就順序自己排 好 橙色寫完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喔如果你假設 要直接拿上面啦 就是這兩 這個先把它拿掉 這個其實將來不用補免 就這兩行 放過來 然後再加一個 OS點REMOVE REMOVE什麼呢 那個路徑就可以了 OK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執行看看 OK 這個現在 還在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合併完之後把它刪掉 OK 合併完 然後把它刪掉 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還在的話 重新整理 怎麼還在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哪個地方有沒有寫錯 List1 裡面的 點REMOVE 但是喔我們 不用剛剛我們原來寫的方法喔 那另外一個寫法就是 你可以什麼 我們是for i in range 另外一個寫法是for each for each的寫法喔 其實結果也是一樣 for each 後面的話 就加上一個什麼的 一個變數 in 後面加一樣是 in什麼 in那個 那個範圍 直接就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list 就是給他一個串列就對了 那個串列名稱 寫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寫法 他會幫我把這個list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的讀到哪裡 讀到f了 你就不用range了 他會一個一個 那這種寫法其實就是叫 所謂的for each的寫法 每一個喔 你會發現 看起來比 上面的精簡吧 OK 他會一個一個的幫你把它放到f 那如果放到f之後的話呢 一樣喔 我們可以把 把它做os 點什麼remove OK 那remove的話呢 一樣就是刮弧 給他入境 什麼入境呢 就這個入境 那如果這個入境的話呢 我們就不用 不用 不用再抓後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後面的 我應該知道問題了 雙引號 對 多一個雙引號 OK 所以剛剛 這個是第二個方法 我們先把第一個方法 先看一下 OK 所以剛剛第一個方法 這個是for range 這個應該是錯在這裡了 多一個這個雙引號 因為剛剛可能是複製到這個雙引號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應該OK了 有沒有串接 那個的檔名 看一下 資金 不見了 有沒有OK 所以剛剛 應該是多了那個雙引號 OK 這是有時候 層次 就容易 差一個小地方 就 會出問題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方法2的話 OK 我用方法2 我把剛剛 再解壓說一次 解壓說字詞 裡面又有了 OK 那如果用方法2的話 結果其實應該也會跟剛剛一樣 如果你不要用for i in range的話 另外一種寫法是 for f in這個list 這是叫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就是這個 串列的每一個 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它放到f變數裡面 所以它會也是這樣從0開始放 OK 那把它履幕 那後面的話其實就加一個f啦 感覺好像相對比較清淺 好 這個寫法我是 把它放到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是第2種寫法 好第1種寫法就是我們剛剛 那至於哪一種寫法比較簡 比較習慣 因為我怕 有同學一直習慣for for i in range 突然給你變一個東西 你就會不知道該 那怎麼 那所以我兩個都寫了 OK 當然以這個來看 這個寫法應該會比較清淺 所以這個f也是檔案名稱的意思 不是 這個f是個變數 對這個變數就是去抓那個檔案名 對檔名跟副檔名 也就是先把三重先丟過來 再換中立 再換下一個 直到最後一個 然後你就不用跟它講說range了 它就是全部的 所以這種寫法叫for each的寫法 OK 剛剛前面教的那是for range的寫法 你一定要給它一個range 這個是for each 一曲就全部都要了 OK 所以如果你每個都要跑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寫這種方法 只是說 我是怕有些同學 突然兩種寫法 常常腦袋都打結了 OK 不過沒關係 你知道有只有兩個 差異就OK了 那把它執行一下 那理論上呢 目前裡面有嘛 其實 其實再跑一下 for each 看一下結果OK 給空了 好 所以理論上我們已經把它合併完之後 也把它清空了 那下一步的話呢 我希望 可以再逆向操作 請你把低疊底下的這個or 切割完之後 切割25個檔案 然後呢 把它寫回去 再把自己刪掉 有沒有 OK應該可以懂 不過已經很困難了 那為什麼會寫這個 這個是同學突然發 老師啊那個寫完了 那可不可以顛倒過來 有分割就有合併嘛 有合併就有分割嘛 工作裡面不外乎就是 分分合合合分分 常常就是 我現在要總表 總表變出來 我現在要分 分別的表 按照 日期 分 按照地區分 按照人員分 按照產品分 那你要怎麼分 如果他突然要什麼 你要怎麼辦 如果你會 很快分割的話 你就不用人工了 不然你用人工來做的話 那真是做 頭暈腦脹 OK 所以基本上 我待會兒要講的就是 如何再把它分回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的程式 這一段 OK 刪除 所有的 我是把它放在 第28頁的地方 OK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然後並且想想看 再將什麼 這個 剛剛講的 分割回 25個檔案 有兩個方法 當然方法一比較簡單 還有方法二 OK 程式很多嗎 沒有啦 就這麼多而已 沒有再多了 OK 真的程式少少的 但是 其實還蠻快速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看看 好 那 就是把那個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就是 可以把原來的 檔案 合併成 O.TST 並且把原來25個檔 全部刪掉 OK 那再來就是 逆推回去 再把 O.TST 分割 分割成25個檔案之後 然後 再把 O.TST刪掉 有沒有 這樣不是一個cycle 我現在要分就分 我現在要合就合 OK 所以如果你 寫出來 以後 以後你要 總表 按一下總表出來 你要分 個別的表 按照哪一種類型分 馬上一下就分 OK了 而且說真的 程式 真的不多 我覺得 在Python 光看到這些程式 你會覺得 什麼比以前簡單這麼多 主要是理解 而且每一行 其實說真的 程式 有點像是你以前 只是程式 把以前滑鼠鍵盤的動作 變成 一行程式 一個點擊動作 就變成 一行程式 但是以前 滑鼠鍵盤不能跑回圈 你說 我滑鼠鍵盤 我一直點來點去 點來點去 我把它變成一個回圈 沒有啦 變成你要人工去執行那個回圈 所以我想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請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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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